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 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美国商务部在2024年4月,与台积电达成了关于晶片法案补贴的初步协议。 那次正式协议的达成,是在美国商务部经过数个月的禁止调查之后做出的。 该部门将根据台积电亚利桑那专案里程碑的完成情况,分阶段不复资金。 月前,美国拜登政府赶在换届之前正式对外宣布, 美国商务部将根据晶片与科学法案向台积电位于美国亚利桑那州的子公司TSMC Arizona提供高达66亿美元的直接资助。 以支持台积电在亚利桑那投资650亿美元建立三座晶圆厂的计划。 总统拜登表示,两年前在他签署晶片与科学法案后不久, 他访问了亚利桑那州,宣布台积电承诺在美国投资, 创造美国就业机会并巩固美国供应链。 那天,他谈到美国发明了半导体,并曾生产了全球近40%的晶片, 但现在只生产了接近10%的晶片,而且最先进的晶片都没有产出。 他上任时决心改变这一现状,而他们现在已经兑现了这一承诺, 催化了近4500亿美元的私人半导体投资, 创造了超过12万5000个新的建筑和制造业岗位, 并将关键技术回流美国,以加强他们的国家和经济安全。 拜登还说道,这次与全球领先的先进半导体制造商台积电, 达成的最终协议将刺激650亿美元的私人投资, 在亚利桑那州建设三座最先进的工厂, 并创造数万个就业机会。 这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绿地专案,外国直接投资。 台积电三座工厂中的第一座将于明年初全面投入营运, 这意味着几十年来,美国制造工厂将首次生产它们最先进技术中使用的尖端晶片, 从美国的智慧型手机到自动驾驶汽车, 再到支持人工智慧的数据中心。 这次的公告是两党实施晶片与科学法案的最重要里程碑之一, 并展示了美国如何确保迄今为止取得的进展, 将在未来几年继续展开,造福全国各地的社区。 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表示, 拜登政府对台积电亚利桑那州工厂的投资是美国创新和制造业的转折点, 将加强美国的经济和国家安全。 亚利桑那州生产的尖端晶片, 是美国在21世纪技术和经济领导地位的基础。 由于总统和副总统的努力, 地球上最先进的半导体技术将在美国制造, 并在此过程中创造数千个就业机会。 据介绍,台积电亚利桑那的三座晶圆厂, 满负荷运转时, 预计将生产数千万颗尖端逻辑晶片, 用于5G、6G智慧型手机、自动驾驶汽车, 以及高效能运算和人工智慧应用等产品。 台积电在亚利桑那州的第一家工厂的早期生产产量 与台湾的同类工厂相当。 台积电为其客户生产的先进晶片, 包括其全球最先进的半导体技术A16技术, 是大型数据中心四伏器中央处理器, CPU和用于机器学习的专用绘图处理器GPU的支柱。 拜登政府的投资预计将创造约6000个直接制造业岗位 和超过2万个独特的建筑岗位。 台积电董事长魏哲嘉表示, 美国晶片与科学法案进入这一阶段, 标志着加强美国半导体生态系统的关键一步。 台积电感谢自2020年初以来与客户、 合作伙伴、当地社区和美国政府的持续合作。 这份协议的签署有助于他们加速开发 美国最先进的半导体制造技术。 除了高达66亿美元的直接资助外, 晶片法案计划办公室还将向台积电亚利桑纳州子公司提供高达50亿美元的拟益贷款。 这是晶片与科学法案提供的总共750亿美元贷款授权的一部分。 晶片法案将根据建设、生产和商业里程碑的完成情况, 向受助者分配资本支出的直接资金, 并根据投资于资本支出的金额向台积电亚利桑纳州子公司发放贷款。 该计划将根据奖励条款和条件通过财务和计划报告跟踪每个晶片法案奖励奖的绩效。 与此同时,据统计,随着供应链库存水位下降,步入传统旺季, 第三季度台湾半导体业产值攀高至1.38兆元。 其中,IC制造业表现最佳, 环比增长11.1%,达8965亿元新台币。 同期,IC封装业地产值达1114亿元新台币, 环比增长9%, IC测试业产值505亿元新台币, 环比增长4.3%, IC设计业产值3256亿元新台币, 环比增长4.2%。 预计第四季度包括IC制造、设计、封装和测试业产值渴望同步成长。 台湾半导体整体产值将逼近1.48兆元达新台币,较第三季度再增加6.9%。 此外,台湾今年半导体总产值将达5.3兆元新台币, 成长22%。 IC制造业产值渴望成长27.5%。 IC设计业将成长16.5%。 IC封装业成长8.6%。 IC测试业成长5.2%。 半导体行业人士指出,台积电受惠人工智慧、AI强劲需求, 5奈米和3奈米出货强劲。 第四季度营收渴望环比增长约13%。 今年美元营收将成长近30%, 是推升台湾第四季度和今年产值攀高的最大动力。 在此背景之下,台积电冲刺全球布局。 据台湾经济日报报道称, 2025年,包含在建与新建厂案, 台积电海内外建厂总数将达10个。 这不仅是该公司历来头一遭, 更写下全球半导体业同时推进10个厂建设的新记录, 并推升台积电明年资本支出, 恢复高年成长走势。 不过,对于2025年资本支出相关议题, 台积电公关处回应, 公司尚未公布2025年资本支出规划, 有关资本支出说明, 请以公司公开资讯为主。 至于2024年资本支出则以10月法说会中的说明为主。 具体来说, 台湾7个在建与新建厂, 包括新竹与高雄为2奈米量产基地持续推进, 两地各有两座, 共计4个厂。 先进封装方面, 包含购自群创南科厂定名为AP8的厂区, 中科持续扩产CoOS, 以及嘉义先进封装CoOS与SOIC投资, 合计三个厂。 海外方面, 2025年将同步推进美、日、欧三地建厂, 包含官方已预告, 日本雄本二厂兴建工程计划于2025年第一季开始, 目标2027年量产, 美国晶圆21厂第二座厂, 以及德国德勒斯登特殊制程新厂, 持续推进建设等。 数据显示, 台积电2022年至2023年, 平均每年盖5个厂。 2024年,预计盖7个厂, 包含3个晶圆厂, 2个封装厂, 以及海外两个厂。 2025年, 在建与新建厂案, 海内外盖厂总数中10个, 将是破级路头一遭, 也是全球半导体业界首建。 这其中, 台湾在建与新建厂有7个, 为最大宗, 涵盖先进制程晶圆厂, 与先进封装厂。 台积电先前在年度技术论台上 提到, 海内外产能扩充等相关布局, 都是为了满足与支持客户所需。 总体上看, 台积电资本支出历史新高, 落在2022年, 当时以362.9亿美元改写记录。 但由于2025年, 共有在建与新建10个厂同时进行, 也让台积电2025年资本支出刊增。 法人孤, 台积电2025年资本支出, 渴望达340亿美元至380亿美元, 挑战历史新高。 那么, 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 请你点赞, 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 谢谢。